車管局表示 核實居住地信息非常簡單 日友ID持有者不需再到DMV排隊辦理 收到通知後 只需勾選確認收信地址準確無誤的文字描述 然後簽署姓名 日期 用準備好的信封寄回加州車輛管理局DMV即可 這封回執信件將成為符合加州法律要求的第二份居住證明 此前 加州車管局未按照聯邦的規定 在辦理日友ID時要求申請者出示兩份居住地址證明 因此 今年4月以前辦理的加州居民需要重新補齊地址文件 加州車管局希望收到通知的居民在7月21日前回覆信件 按照聯邦的要求 自2020年10月1日起 民眾乘坐美國國內航班進入軍事基地或需要證件的聯邦大樓 必須持有符合聯邦國土安全部要求簽發的全真身份證件 在加州 新的駕照和身份證上會多出一個明顯的金色大雄的圖案 新唐人記者李慶怡綜合報導